吉布的金线高能死光,美军称发射的巨某大国基地750米。 作者,郑文军士。来源,蒋武棠。 据检视防务周刊网站4月27日报道,美军驻吉布的部队已经向其国内航空部门发放NOTAM航行通告,称吉布地地区有人在进行未经授权的激光武器使用活动。 美军称这种激光照射可以导致飞行员暂时失明,方向感错乱,严重的可导致飞机坠。 到底是谁在吉布地这个弹丸之国玩激光呢? 据检视网站报道,美军提供的NOTAM航行通告。 称在北纬11度35分75秒,东京43度3分14秒的地区,也就是吉布的面向塔珠拉湾的海域,出现了不明来源的高能激光发射源。 而从谷歌地图上显示,这一地点,仅仅距离某东方大国在吉布的补给基地750米远。 舰视防务网站称,有不同情报来源称,某东方大国在吉布的补给基地和附近海域舰艇上使用高能激光武器。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因为随着固体激光器的普及,很多人都有机会使用激光向天空飞机或者其他目标进行照射。 例如2004年美国国内就接连发生了至少6起飞机驾驶员,在飞行中赶到机舱内受到激光照射的事件。 因此吉布的未经授权的激光武器使用,完全可能是当地人的恶作剧。 即便是某东方大国在吉布的补给基地和附近海域舰艇上使用高能激光武器,这也是完全正当的行为。 例如美军就在水面舰艇上实验LAW激光炮,未来还将在水面舰艇上部署Hollywood太阳神实战型激光武器。 后者具有机无人机,引爆炸药物和制盲的能力,主要目的是非战争海上军事行动。 而早在冷战时期,苏联海军舰艇和间谍船也把激光制盲武器,作为对付美国海军飞机的有效武器,只要美军飞机空中靠近苏联舰船,后者就用激光武器对其飞行员进行照射,造成其暂时失明。 其实从激光武器的原理可以发现,由于大气的衰减效应,作用距离很近。 如果不是美国飞机挑线式的飞得这么近,又有谁会去拿激光照它呢? 所以说,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不拿激光照你照谁啊? 感谢作者的辛苦付出与创作,版权归属原作者。 如设计版权等问题,可在本公号后台留言,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非常感谢。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